美债飙升 特朗普回归 美联储预期停止降息 这些或许都是第二次金融战爆发的预兆 让我们把时间回溯到2018年11月份 其实从这个时间点开始 美国已经风光不再 经济增长开始停滞 国债规模越滚越大 更致命的是 美国国债收益率出现了倒挂 那么什么是国债收益率倒挂呢 简单说就是短期债券的利率 比长期债券还高 这听起来很反常 为什么会这样 正常情况下 投资者更愿意为长期投资要求更高的回报 因为时间越长 风险越大 但如果短期利率突然超过长期利率 那么这就说明市场对未来的信心已然崩塌 他们觉得短期风险太高 宁愿选择长期债券避险 说白了出现倒挂 就意味着经济即将衰退 那么这个时候华尔街就嗅到了危险 资本开始撤离风险资产 股市动荡 企业融资成本飙升 紧接着信贷紧缩 银行不愿意放贷 企业扩张停滞 消费者信心下滑 经济增长的引擎也就熄火了 面对这种局面 届时的美国总统特朗普 第一反应就是推动制造业回流计划 乍一听这似乎是一剂猛药 但其实它并不新鲜 早在2008年 奥巴马政府就开始尝试 用税收优惠和技术支持吸引制造业回归 然而现实远比想象复杂得多 高昂的劳动力成本 全球化的供应链分布 以及制造业对美国经济的边缘贡献 让这个计划始终难以落地 特朗普接受后 虽然喊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 还搭配上关税壁垒和企业减税 但也只是换了包装 内核并没有实质变化 然而计划没有变化快 就在特朗普的制造业回流计划 还在初步阶段时 疫情爆发了 2020年美股四字熔断 敲响了美国经济的警钟 在如此严峻的局势下 特朗普选择了见效更快的策略 用金融手段对外转嫁危机 于是中美金融战全面爆发 美国的目的很直接 掏空对手 稳住自己 首先第一步就是降息 印钱 释放流动性 这个时候美元就像洪水一样流向全球 推动资本市场繁荣 接着就是第二步 美国的资本流向 开始被精心引导 大量热钱涌入中国 那有的朋友就要问了 为什么是中国 我直接说答案 因为中国有巨大的市场 有活跃的股市和楼市 更重要的是 中国的经济体量足够大 能承载美元这个大水牛 当这些美元进入中国后 股市疯涨 楼市飙升 大宗商品价格也跟着水涨船高 这时候美国在通过金融大额反向操作 做控中国市场 攫取巨额利润 资本一旦撤离 中国市场价格下跌 资源被廉价抛售 美国企业顺势抄底 完成收割 然而这一次中国 并没有像1980年代的日本一样中招 中国的对抗方案也很简单 既然美国想让我们的楼市和股市上涨 那我们就偏步 首先就是用行政手段控制住房价 限购 限贷 限价期上阵 让炒房客连门都找不到 房价涨不动了 热钱进来也只能干瞪眼 这还不够 中国又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 把银行的钱牢牢锁住 热钱就算侥幸涌进来 也会被揭流 根本没法在市场里腥风作浪 同时中国还把视线转向了海外 用外汇储备 大手笔购买资源和矿产 你不是要用热钱推高中国市场吗 那么不好意思 我直接把这部分流动性转移到国际市场 让它在国内找不到任何立足之地 更觉得是 中国还通过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在市场上掀起了一波反制 货币互换协议 大宗商品人民币结算逐步落地 这也就直接削弱了美元在全球的影响力 尽管如此 美国的策略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美联储的超宽松政策 确实在短期内稳住了美国的资本市场 然而美联储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那就是债务飙升 美债规模从疫情出击到23万亿美元 一路飙升到如今的36万亿美元 这不是正常的增长 而是彻头彻尾的失控 巨额债务的激增 让美联储不得不紧急踩下加息的刹车 别说继续施压对手 连美国自己的经济系统都已经濒临崩溃 这一停 不仅打乱了美国的节奏 也为第一次中美金融战画上了一个无奈的句号 而如今随着特朗普的回归 又一个问题浮出水面 面对美债飙升的困境 特朗普会不会重新开启第二次金融战 答案是很有可能 特朗普的经济政策一贯简单粗暴 对外加税 对内减税 他在第二任期内 很有可能会继续完成制造业回流计划 刺激国内就业 同时通过关税保护来限制中国的出口 但这政策也有着严重的问题 对外加税 对内减税的后果非常复杂 加税会抬高进口商品的成本 直接导致通货膨胀压力上升 对内减税虽然能短期刺激消费和投资 但也会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 迫使政府发行更多债券 问题是现在的美债规模已经令人绝望 借新还旧的模式迟早会崩溃 一旦债务危机爆发 美国将失去对资本市场的控制 通货膨胀将彻底失控 同时特朗普的策略还会引发另一个副作用 进一步削弱美元的国际信任度 表面上美联储预期停止降息 是为了稳住通胀 但实质上却折射出美元霸权 前所未有的困境 过去美元是全球贸易的基石 各国对其趋之若伍 但如今情况正在发生微妙又致命的变化 世界各国不再甘愿受制于美元的潮汐效应 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去美元化 试图用本币结算代替美元 更糟的是这种去美元化的浪潮 已经逐渐侵蚀了美元的核心霸权 沙特取消石油美元协议 东盟推行本地货币结算 甚至连欧洲这样的传统盟友 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与美元脱钩 各国建立本币结算系统的动作 显然不是为了追求金融多样性这么简单 而是对美元主导地位的一次挑战 一旦全球主要经济体 普遍摆脱对美元的依赖 美元的信用体系将面临崩塌的风险 从长远看 美元霸权如果被进一步削弱 美国将失去通过发行货币收割全球财富的能力 金融制裁的杀伤力也会随之锐减 这种转变对美国来说是战略性的失败 而特朗普的政策无异于再为这场失败的加速助攻 美元曾经是美国的权杖 而现在这个权杖正在变得越来越沉重 越来越难以掌控 或许第二次中美金融战的序幕 早已悄然拉开 这场战争不仅是中美之间力量角逐的竞技场 更是全球经济体系重塑的重要历史节点 风起云涌的背后 是旧之序的摇摇欲坠 与新规则的叙事待发 美元霸权能否守住最后的高地 人民币国际化又是否会迎来真正的春天 关注我带你揭秘寻常新闻下 不寻常的世界真相